1,2,3,4 嗨! 我們今天呢要去穿韓服 但是我之前也有穿過啦 只是說之前都是單純的穿韓服 就是沒有其他的服務 但是呢我們今天要去的那一間 它是有就是彩妝服務 還有攝影就是可以出攝影師 幫你拍美美的像是沙龍照的那種感覺 所以影呢今天就是要體驗不一樣的 然後就帶你們一起去看看 欸~~ 我們到了然後呢這家店是在V2 其實很好找因為它旁邊都是很熱鬧很熱鬧的 店家什麼的對 還有一些韓劇拍攝的場景都在這附近 哇~~超多 超多 太多選擇了 對~~很難選 很難選 紫色耶 它紫色選擇也超多耶 我剛才看外面好多人穿這種的喔 蝦的 我想要配一個奇怪的顏色 對於配紫 也不奇怪還是比較復古 我換好了 換了一個紫色 然後搭粉紅色Juju的上衣 欸它後面的袋子很漂亮 這個 很喜歡後面這個袋子 它其實有點藍紫色藍紫色的 這樣看就是藍色 這樣看就是紫色 他們家的妝感是走清淡路線 就是很簡單 眼妝也不會太重 也不會太習慣 然後所以我還自己補了 還有唇彩還有 還以後也是我自己 看起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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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完棚內的景 現在攝影師要帶我們去景福宮 那攝影師人很好耶 就是非常的客氣 然後有多笑嘻嘻的 哇想吃 你看看 欸 看起來 不知道 馬翁 特朗 妳要做什麼 我們體驗完了 接受了 結束了 好累喔 走了很多路 但是我覺得攝影師很會拍 攝影師很認真的拍 蠻期待照片 對 因為攝影師是很認真又很親切 然後呢就很熱情的帶我們跑了很多個點 然後工作人員 有幾個那一個很親切啦 有幾個蠻親切 然後有一些也蠻冷漠 就是都有 我覺得攝影師真的人很棒 地點很好找就是在一個非常熱鬧的 中心點所以不會 不容易迷路就從安國站上來 開始看Map很容易就找到 好那我們就要 繼續喔天啊好大 我們就要繼續逛逛囉 看完這支影片別忘了幫我按下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喔